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美国之音 7月5号的时事大家谈节目 我是张佩芝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估计 中国将在五年后超过美国 成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 这是不是意味着 所谓美国时代的结束呢 中国经济崛起能够长期持续吗 在中国扩大全球各个领域 影响力的同时 美国应该如何应对中国的崛起呢 我们今天很高兴请到 蓝德公司分析师 伊莱拉特纳博士 就这些问题为我们进行分析 拉特纳博士曾任职于 美国参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 在加大伯克利分校取得博士学位 对中国外交政策和中国的军事问题 有深入的研究 拉特纳博士在节目中说的是英文 您听到的是我们同声翻译的声音 节目进行当中 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朋友 打电话参加讨论 向来宾提出问题或发表您的看法 美国之音提供的免费长途电话号码是 400-120-0551 400-120-0551 另外你也可以发电子邮件 来参加节目讨论 我们的电邮地址是 US新闻at gmail.com 现场直播 及时扣印 关注国际局势 掌握国内动态 电视广播同步播出 一个直接对话发表意见的平台 全面客观 把握时代脉搏 美国之音实施大家谈 拉特纳博士欢迎您参加今天的讨论 谢谢您 好 在讨论开始之前 我们先看看今天讨论话题的背景介绍 随着中国的崛起 美国的对华政策也不断进行调整 一方面美国把中国看作是 战略性竞争对手 在这方面 把战略重点转向亚太地区 以及最近介入南中国海的主权争端 就反映了这一点 在另一方面 美国也把中国看作是合作伙伴 中国经济的迅速崛起 和影响力的不断扩大 使美国在诸多重大问题上 需要中国的配合与支持 双方还在知识产权 清洁能源 绿色经济 保护创新 食品安全等许多领域 加强交流与合作 美国乐见中国崛起 到底只是表面文章 还是实际政策呢 我们来看专家的分析 拉特纳博士 那么我们刚才提到了 就是现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其实预估中国在2016年 有就是5年之后 就是会超过美国 成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 那么您是怎么看的 这是不是就意味 美国时代的结束呢 我觉得首先我想要说的是 我的理解是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这个报告 是说购买利益评价 它可能是到2016年 是相当于美国或者超过 美国并不是说总体经济的规模 所以当然这个对中国来讲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 但是并不是说 它成为世界上GDP最高的国家 但又话又说回来 很重要的一点要记住 中国从很多方面 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然后才能够达到 它的这个社会经济的这种稳定 然后能够赶上 很多的这种发达国家的水平 但同时我们也意识到 中国的正在崛起 我们也同意刚才前面所看到的 说中国的这个崛起的中国 对于美国是有好处的 我们不应该把它看作 是一种零和的竞争 美中的关系 可能是夹杂着合作 和竞争的一种关系 我们应该要学会 如何处理这样的一种关系 同时能成为健康的合作伙伴 那么就是在 如果说纯粹谈经济 您认为这个中国 不管是在2016年 还是在以后 成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 在全球的经济具有主导地位 是不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趋势呢 中国经济的不可避免的因素呢 当然是大家正在不断争论的一种话题 它现在呢 经济的增长已经持续了30年 让很多人感到吃惊 往往人们会说 中国的经济的放缓呢 很快马上就会发生了 但是呢 可是一年又一年呢 还是中国经济还在不断的在上升 但是呢 话说回来 中国还有很多的这个问题 比如说 这个国内的一些稳定的问题 中国的这个领导人也意识到 比如说社会问题 环境问题啊 都存在一些问题 还有呢 对于通胀有担忧 还有住房的泡沫 资源的匮乏等等 所以呢 中国在国内 有很多的这种问题的存在 可能会 所以呢 我觉得对于中国经济 对于美国经济 对于世界经济来讲呢 都是希望中国的经济 能够不断的在发展才行 那么就是现在啊 就是 究竟说是美国是第一 还是中国是第一 谁是第二 这个奥巴马总统 曾经就是在国情咨文讲话 也是说 美国不会在这个全球 就委屈第二 那么您认为这个到底 谁是第一谁是第二 是不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呢 有没有什么意义 我觉得这种类型的这种 凭谁第一第二 并不是非常有用的 而只不过是给 我们其实呢 它会助长那种 我们希望能够避免的那种 经济军事上的一种竞争 就比如说过去 像过去在苏联 希望能够争第一 希望能够和对方 能够和别苗头等等 但同时呢 我们如果考虑 比如说权力的重新的分配 世界的政治的这种格局的改变 这个角度来看呢 在过去的50年里面有好几次呢 专家预测说美国呢 会衰退 这已经有好几次发生了 但是呢 我觉得 在美国的文化 美国的社会当中呢 这一点还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还有美国的政体里面呢 也是很有任性的 尽管我们现在在经济上 碰到了一些问题 碰到一些困难 所以很多人对于未来 可能比较悲观 但是呢 我们要记住 美国之所以能够有这么强劲的经济 有这么稳定的政治的制度呢 就是因为我们的一些核心的 这些还是不变的 那么我们在考虑中国的这个崛起 它和这个美国的所谓的衰退 并不是等同的 那这样子听起来呢 就是您对于这个美国是否会 在未来衰退这件事情 是比部分的分析人是乐观 但是呢 现在在很多这个氛围上面 还是有很多人担心美国的示威 而中国的影响力 在世界各地越来越增加 您觉得有这样子的担忧 在最近这一波的这种 美国是否会示威的 这样子的担忧的原因是什么 我觉得人们担忧的呢 就是这个美国的权力可能会变弱 那么有人 我觉得他们在担心这个 美国呢 自从成为大国之后 在世界上所变的角色是非常积极的 比如说在军事方面 尤其是在维持稳定 比如说在东亚地区等等 还有其他地区呢 美国都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谈到国际的这个经济的稳定方面呢 美国呢 作为这个最后借款国 在经济危机的时候呢 扮演了非常积极的作用 那么而且美国呢 往往也非常愿意 对进行人道主义的援助 救灾等等 所以呢 在这里有一个担忧 就是说如果美国没有了意愿 或者丧失了这种资源 能够像过去一样来进行援助 那么可能在国际政治当中 出现一个真空 那么可能会就出现一些 不稳定的因素 那么可能会影响过去的 五六十年里面 在这个发展方面 在这个个人的经济和政治权利方面呢 所取得成果可能会有一点这个丧失 那么奥巴马政府呢 已经上任两年多了 您是怎么 根据您的观察 您认为奥巴马总统 他是怎么看中国崛起的 我觉得奥巴马政府呢 还是比较欢迎中国的崛起的 这从外交方面 从政策方面都可以体现得出来 奥巴马和他的亚洲的团队建立了非常 建立了非常强劲的一个亚洲的全团队 他的中国政策 他的亚洲政策呢 可以说是本届政府的 国内国外的政策当中呢 都是非常强的一部分 所以呢 我觉得我们应该相信他们所讲的 我觉得奥巴马本人和他的这些顾问呢 都是非常欢迎中国的崛起的认为呢 这对于地区对于稳定的都是有好处的 只要中国自己本身愿意扮演一个积极的角色 而是 好 谢谢拉特纳博士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 我是张佩芝 我们现在正在讨论的是 美国应该如何应对中国的崛起 蓝德公司分析师一来 拉特纳博士参与我们今天的讨论 现在请您拿起电话 拨打美国之音提供的 免付费国际长途电话 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 400-120-0551 言论自由不可剥夺的权利 时事大家谈畅所预言的平台 有他们专层那些人吗 请问你站不站 我们在这边必须 开这个新疆和西藏 内蒙古就更不用说了 但是我可以这个自制 请拨打美国之音热线电话 400-120-0551 发出银的声音 另外你也可以通过电子邮件 参加我们的现场讨论 我们的电邮信箱地址是 US新闻at gmail.com 美国之音为您提供 七档电视与广播 同时播出的同步节目 从关注热点和争议性的新闻事件 到全方位的体验美国人文风情 让你掌握最详实客观的时事和娱乐信息 每周一到周日 北京时间晚上9点到10点 锁定美国之音电视节目 好 我们看现在开始 接听听众和观众朋友的电话 江苏唐先生你好 你好 请说 首先我觉得这个就是说 美国是不是会衰弱的话 就取决于美国的政策是否明智 如果像现在这样 就是到处去煽风点火的话 我觉得美国的国力只会 就是无谓的被消耗掉 像90年代就是说 那个老布什总统 他这个下台以后 美国也面临经济困境 但是克林顿总统的话 就是果断的裁军 把军税从5000亿美元 才到大概是1300亿美元左右 这样慢慢的美国的经济就恢复了 如果现在美国还认识不到 现在危机的严重性的话 还是要就是 到时过去那种僵化的思维的话 我觉得美国肯定会被自己抽垮的 因为现在美国的这个国债 已经到了一个非常危险的程度 这个嘉宾可以考虑一下 未来五年如果是那个美元贬值50%的话 那么就是中国跟美国的经济实力 又会有一个很大的消长 而中国的话 现在它人均GDP才只有5000美元左右 就是说离这个开发 离这个发达国家 两万美元这个标准 还是有这个很大的 可以发展的空间吧 另外我们在一些产业方面 像高铁啊造船啊航空啊 各个方面都取得了长途的进步 我们的产业正在不断的向高端升级 所以整体来讲 我觉得中国经济在稳定发展 20年的话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如果20年以后 如果还要继续发展的话 那么就需要把这个沙额 切在我们的国土收回来 好 谢谢宁堂先生 我们了解您的意思 浙江王先生您好 浙江王先生请说 浙江王先生 浙江王先生不在电话线上 吉林渝先生的电话 吉林渝先生您好 你好 主持人 你好 请说 主持人您好 你好 这个问题我是这么认为的 中国长时间还处于一个发展阶段 虽然中国现在的经济 占在世界的第二 但是人均的GDP 你还踩在世界上的第97位 所以说这句话 我认为从军事上也好 还是从经济上也好 中国是不可能挑战美国的 中国现在你倡导构建和谐社会 那么我认为中国更应该倡导构建和谐世界 我就说这些 好 谢谢宁堂先生 我们来接听一下 山西迪先生的电话 山西迪先生您好 你好 主持人 你好 请说 对中国的崛起 按这个排名来说 也应该崛起的 中国自古以来 多少年就没有发展起的经济 就是说按那个排名应该崛起 这个美国发展 应该是超越那个季度 公平发展起那个经济 好 谢谢您 丁先生您的评论 我们来接听一下江苏陈先生的电话 江苏陈先生您好 江苏陈先生请说 喂 是 陈先生 喂 你说 喂 陈先生请说 谢谢 好 我看啊 是美国人享受太多 对吧 中国人勤劳自负 对吧 美国人爱打仗 中国人不爱打仗 打仗也是 那个 就是花钱太多嘛 好 谢谢您 丁先生 我们了解您的意思 拉特纳博士 刚才有两位听众就有谈到这个美国现在在各地的战争 在阿富汗 在伊拉克 现在又可能在利比亚 那么您是怎么看的这个问题 您觉得这个战争是不是导致现在美国的这个力量有点衰弱的这个原因 我觉得简单的回答应该是不是 我觉得美国当然应该是在他觉得自己的国家安全受到威胁的时候 要进行自我的防卫 我觉得呢 我在中国也待了很长时间 听到很多中国人表达了同样的这样的一种意见 他们说为什么美国喜欢打仗 他们应该更像中国成为国际政治上面 更加那种和平的一个成员 我觉得中国在未来的这个十年里面可能会发现 要成为大国的话呢 不但意味着经济上要成功 而且呢也会受到很多的挑战和很多的负担 很多呢就是在安全的这个领域 我觉得中国因为看到他在海外的这种利益 他的经济利益如果在海外扩展的话呢 他会扩展到其他的这个发展中国家或者其他的地区 可能会面临到安全上面的挑战 我们很感兴趣看中国是怎么样来做回应 我觉得美国呢并不是想要去打仗而去打仗的 更多呢他们是为了捍卫他自己在海外的利益 这个问题呢就让我想到这个几年前 在布什政府期间 美国很喜欢用这个字来希望形容中国 在国际上扮演的角色 就是这个负责任的利害关系者就是英文就是 Responsible Stakeholder 那现在呢我们最近都比较少听到了 您觉得这个字这样子来形容中国在国际上扮演的地位 是不是恰当 我理解这一个字眼呢它的体现的精神 它是布什政府当时提出来的 它的概念呢就是当中国成为世界上的一个大国的 同时呢它也应该要承担一些这个责任 和它的国际上的这种力量成正比的 从宏观的角度呢作为一个原则呢 我觉得这是有道理的 但是呢谈到它作为一个美国政策的这个指引的话呢 我觉得可能并不是很对 我觉得不应该告诉中国这么一个大国 这么一个古老的国家 它有它自己的利益 它会追随自己的利益 没有美国的外交政策呢 不应该去指手画脚 告诉它应该怎么做 它应该要尊重中国的利益 而且需要学习怎么样和中国共同的合作 来考虑到这些利益 而不是告诉中国应该怎么做 因为这样是行不通的 好 我们来接听一下何北璋先生的电话 何北璋先生你好 我想做一个真正的真正爱自己中国 祖国的中国人就应该有点忧患意识 我听到有些听众说把自己吹的中国人 中国似乎富的都流油了 是吧 都超过美国了 我想像你们学习胡锦涛七一讲话 胡锦涛说我们还是个发展中国家 不是发达国家 中国人均GDP收入只是美国的十分之一 日本的九分之一 中国现在猪肉价格上涨 许多人在大喊吃不起猪肉 对吧 就是说中国应该看到 中国人应该看到 我们还有去发达国家 还有相当大的差距 所以说呢 还要努力 就不要说是被自己陈罪于自己 随着的成绩 当然中美之间有差距 有矛盾 但是我认为来说 有各自的内外各自的困难 但是中美之间不会发生什么战争 是吧 也不要有些人 这种是一种狭隘的民主主义情绪来宣泄 我认为真正那一股 就是看到自己的不足 我们还需要许多工作 还要去做 要向世界相议 一些先进国家学习 不是敌是人家 谢谢 好 谢谢您张先生 谢谢您的评论 河北赵先生 您好 河北赵先生请说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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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刚刚听到那个 咱那 对不起 有点紧张 没关系 对 谢谢您打来 您稍等一下 现在美国的军事实力过于强大 而现在经济受到一些冲击之后 过于强大的军事力量 我感觉是比较担忧的 如果真是出现 比如说插枪走火 这个后果不堪设想 这是我的意见 好 谢谢您赵先生 谢谢您第一次打来电话